Hello大家好,我是时光 欢迎观看我的数字货币分析视频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Doge 过去两个小时出现了一轮上涨 最高的时候达到了25%的上涨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 比特币过去的这几个小时 横盘,缩量,没有什么交易量 目前 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的一个情况 让我们来看一下发生了什么 首先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 肯定是马斯克发推文了 要不狗狗币不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上涨 首先说了什么 第一条说的是现在是征收探税的时候了 这条其实就暗有所知比特币 因为昨天的时候 马斯克发了一个特斯拉与比特币脱钩 比特币不再支持特斯拉交付 那个支付的一个文章 这个其实就是在攻击比特币 这条说的是明确的说我坚信加密货币 但它不能推动化石燃料 尤其是煤炭的大量使用 这条其实也是在攻击比特币 那只有比特币是最消耗电能的 而全球的电能主要还是煤炭火力发电 所以说这一条就是在攻击比特币 我个人觉得就是马斯克是彻底的 与比特币划清界限 是因为在8号那天 全球最大的比特币持有者 灰度基金的创始人 在那天公开第一次狗狗币 导致马斯克登陆那个SNL 非常没有面子 他登陆当天的时候 那个狗狗币是暴跌了30% 就搞得狗狗币 那个马斯克很狼狈啊 所以说马斯克现在是在报仇啊 复仇 如果说昨天是个划清界限啊 特斯拉不再支持比特币 那今天就是公开的拉到对立面啊 有点引战的意思啊 要不然他还说什么征税啊 还说什么 嗯 就是 各种的diss啊 其实 我们可以看出啊 虽然说 他昨天那条推文说的是 他还持有比特币 特斯拉持有15亿 但我个人认为 他们完全可以在二级市场做空比特币 比如说他现在持有15亿的鲜货 那他来个做空的空单 空单 空他30亿美元 那这样的话 他们其实就静持空单 懂我的意思吗 他们可以静持空单 就是 15亿多 30亿空 名仓位是15亿的多 但是 他有30亿的空单 他实际上做多是 那个涨的时候是亏钱的 而跌的时候才赚钱的 否则的话 他们如果静持多单的话 他们这种连续的对比特币的攻击 连续的脱钩 肯定会导致一个资产缩水 我觉得 他们不会傻得这么做 然后 最后这条说了一下 正在参与道质的开发 与道质开发人员合作 可以提升系统交易效率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具体的原因已经分析到了 比特币的话 目前来讲 红盘缩量 没受到什么影响 没有听到的话 出现一个暴跌 不过在这里的话 确实有一点卖盘 就是 百分之一点几吧 比特币这个盘子很大 然后道质的话 涨上来的话 又马上又下来一点 建议在这个市场内 大家不要去开什么合约 因为这个 目前你即使会看K线 你技术分析很厉害 你做合约 你都很难稳定 因为 很多的因素 是非常突如其来的 就要马斯克突然间发个推特 你这里发推 我觉得他这么连续的 攻击比特币 极有可能会造成 灰度和华尔街集团的反击 人家就不能去 diss你这狗狗币吗 你这狗狗币才那么点失职 如果真的 灰度给你来个爆炸的作空 那这个 挺难预料的 所以说你要是 即使看好 就吃一短先货就可以了 我的视频 主要是做一些 数字货币的分析 同时分析一些 时下当下的新闻 为大家找寻 货币 数字货币 这个借涨跌的原因 帮助大家更好地把握市场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 可以点按关注 我会持续不断地更新 有意义的内容 好的谢谢